我想是这样 因为对传统医药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规 所以在尊重其他国家法规的前提下 我们考虑推广的问题 你像原来莲花清文这位中药 在这次抗疫当中用的很普遍 也是有效的 在抗疫之前只在中国销售 任何国家都没有 现在有14个国家在销售这个药 但是都是通过那个国家的法律允许的 有的是以药品 有的是以植物药 有的是以保健品 食物添加剂等等的 我想如果这些国家 我们建议他们 可以采用临时批准 限制使用 就限制疫情期间 你可以使用 接着的话 同时把药品说明书翻译成他们本国的文字 同时做一个培训 我们全套资料都可以给他们 翻译成他们自己的文字 包括做的一些质量标准 一些个药理药效 临床评价的一些资料都可以给他们 是吧 就是有限制性使用 就在这次疫情期间使用 我想我们倒不是说为了赚钱 为了这个 还是那句话 我们愿意把我们有评价过的药 有效的药来给他们 这些药里边没有动物药 都是符合标准的药 都是安全有效的药来帮他们 我想这个是我们表的一个type 那来学习中医教育 我们这个已经做了几十年了 像我在15年以前 就制定了国际的中医教育标准 在5年以前正式出版了一套 世界通用的中医核心教材 我们现在也举办了国际师资培训基地 就国际中医师资培训基地 当然我们更多的是找留学生 我们校留学生就是学历生 在这要学几年的 有一千多人了 短期来学习的还有一千多人 就很多了 所以这个我们一直是开放的 我们中国的经验呢 我们愿意和他们分享 实际这种大规模的传染病的 主要有效手段就是隔离 就是隔离 阻断传染源 所以你看咱们从武汉以后 再发现的都是多点散发 所以我们现在从武汉以后 已经发生二十多期了 但是都是很简单就控制了 从一发现第一个 我们就把他跟他接触的密接的人 就隔离开来了 以后再发现的都在隔离的人里发现 他不会再往外穿了 这一点应该说也并不太复杂 但是很有效 所以这些个还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也希望其他的国家分享这块 就严格隔离 所以我们说少聚集 戴口罩 清晰 手清通风 也是这个目的 在一旦发现有病人确诊了 赶紧把它密接的要排查 要隔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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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